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亚洲足球的骄傲 当然除了中国球迷以外 其他国家的很多球迷 都对日本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日本媒体将中国球迷的称赞进行了报道后 很多日本球迷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就有日本球迷留言 中国球迷支持东亚球队 这让我很喜欢 至少与某些国家相比 中国在体育方面相当正派 希望中国在足球上的表现能够跟得上乒乓球 下一届卡塔尔世界杯 我们就可以一同参加了 中国队以后会成为亚洲强队 参加世界杯不再是梦想 就以日本队的实力来说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中国队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不用跟日本队比 就与泰国 越南等球队进行比赛 中国队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造成现在这种局面都多个原因 但说到底 中国足球只有从制度上做出改变 才有可能提升实力 不然只会越来越差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球迷在感谢中国球迷的时候 还讽刺了韩国体育 将韩国队形容为用卑劣行为去赢球的球队 应该禁止参加国际赛事 奔届世界杯 韩国队的犯规次数 可谓是遥遥领先其他球队 特别是在输球后 韩国球员以及球迷都还质疑裁判的判罚不公正 虽然韩国队最后赢了德国队 但只有日本队才能够被称为亚洲足球的建议